支持最好的王洪威到立法院 帮大家来服务 立委补选前夕王洪威最后拉票 党内公职分井合集拼路战 但是对手吴一农 两边气势比比 从早上到选前职业 差了十万八千里 单一大咖将骑挺王洪威 吴一农则是找来前民进党主席 卓榮泰站台 我个人不会选择在工作日 晚上再动员 再动员大家出来一个 参加一场传统的选前的一个造势 明明是小英男孩 却看不到蔡总统立挺 但在社群平台贴出 有浓的黑色背包 自嘲背脓包才是潮流 其实我看他 现在要说自暴自弃嘛 好像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个选举 第一个 他跟他自己整个党人为敌 而且这一次 连蔡英文从头到尾都不出现 那是蔡英文自己也知道 自己现在是票房大毒药嘛 没有小英支持 倒是有另一位小英男孩 陈时中发文力挺 但恐怕激起仇恨值 陈时中出来 其实就非常明确 就是只是巩固他们最基本的基本盘 我个人认为恐怕结果 会让他们大肆索望 投票前夕 双方持续交火 吴英文在选举公报提出台北基隆和戏纸合并 但这个角色是不是又错位了 我想这个政见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吴英文委屈了 他不应该选立法委员 他应该去选总统 我的对手会有这样子的批评 恐怕显示了他对于立法委员的功能 立法委员的角色或许还不太熟悉 一边是希望认真做事的 另外一边在最后一天持续着喷口声 吴英文用自嘲固选票 但提出的政见跟会不会做事 就要见真章了 记者 廖永中年轩 台北报道